为什么美国的卡车都是长头 我国却都是平头 二者谁更具优势 我国和美国现在在全球货运行列中 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也一点都不夸张 在货运领域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自然就是卡车了 只不过不同国家的卡车设计 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在设计这些卡车的时候 要考虑到的因素相当的多 比如说交通环境 还有着这个国家的各种文化 以及法律法规 也正是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所以我国和美国的卡车形状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些卡车采取不同的形状 究竟有什么用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卡车的设计 会受到哪一些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这个国家的交通环境如何 我们先来说说美国的交通环境 美国国土面积和我国差不了多少 但他们的人口并没有我国这么多 所以他们的道路是十分宽阔的 在上面行驶 完全不用担心会出现堵车的现象 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道路环境 所以美国这边在设置卡车的形状时 采用的都是长头的卡车 这时候可能有朋友好奇 为什么美国这边要使用长头的卡车 长头的卡车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它能够给汽车的车主 提供更好的视野 同时稳定性也能够变得更强 并且在实现转弯的时候 这种长头卡车转弯的速度 也能够变得更快 不用担心会出现侧翻的现象 而我国这边就不适合使用这种卡车了 因为我国的交通十分的拥挤 道路情况和美国来比的话 也是比较差的 我国有着许多复杂的路况 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如果我国引进长头卡车的话 它在我国使用相当的不方便 它压根就适应不了这种狭窄的道路 到时候想要转弯都会变得很是麻烦 所以在我国的话 人们更乐意使用平头卡车 它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的道路环境 并且在驾驶的过程中也会更加的方便 除了这一个方面的原因 还和两个国家的法律法规 有着莫大的关系 因为卡车在设计的时候 也必须要考虑这一方面的因素 每个国家对卡车的尺度和重量 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并且不能超过这一个要求 否则就不能在马路上行驶 在美国的话 由于长途卡车会更加的方便 所以他们能够享受更宽松的重量限制 这些长途卡车 也全部符合美国的法律法规 而在我国的话 由于许多道路格外的拥挤 再加上车辆的密度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国的这些卡车 受到的限制 就比美国的这些卡车 受到的限制要多很多 同时还和文化差异 有着莫大的关系 美国这边在制造卡车的时候 会注意一个点 那就是个性化生产 在美国看来的话 使用长头的卡车 能够给人一种更加洋气的感觉 这也成为了美国一个文化性的标志 美国许多人都喜欢 开这种比较洋气的卡车 但在我国的话就不一样了 我国更加注重的是舒服和简单 在我国许多人们的眼中 使用这种平头卡车 进行运输的话 都会更加方便一些 并且这样节省下来的钱 也比较的多 是一种经济性的选择 平头卡车在中国 被广泛应用于货运输 物流等领域 被视为一种高效率 和经济型的选择 这两种卡车 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 先来说说长头的卡车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 它相比平头的卡车 它的稳定性和操作性 会变得更加的简单 因为它的车头长度 是比较长的 驾驶人员在驾驶的时候 也能够看到更好的视野 并且受到动力空气的影响 它的速度也会变得更快许多 美国这边 在进行大物运输的时候 都会使用到这种货车 不过长头卡车 也存在一些劣势 比如转弯半径较大 如果说道路比较狭窄的话 压根就没有办法转弯 而这时候 平头卡车的优点 就凸显了出来 它们哪怕是遇到狭小的空间 也能够行动十分的灵活 因为它们的车头 没有很常想要转弯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 在城市地区比比较适合用这种办法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来看的话 两种卡车 其实都有自己的好处 不能说谁比谁要更加的厉害一些 这些卡车主要是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设计的 在我国的话 目前来看 只适合使用平头卡车 因为我国许多的道路 都毕竟的拥挤 使用这种长头卡车的话 它们压根就反应不过来 但美国这边就不一样了 你觉得这种卡车 哪一种的方式更好 的方式更好